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请到了 书腾龙先生和胡金凌女士 来参加我们的辽宁卫视 有话好好说 小爷子是国家一级演员 著名的魔术艺术家 也多次上过春晚 大家今天想说的话 我昨天晚上就写好了 这个绣球泼到谁 那就请谁上来 你比我强多了 我一次都没去过 金凌是傅老师的学生 也是唯一的一个女杂技艺人 举办过专场的演员 这个不多见 而且还曾经得过 魔术方面的大奖 你别客气 给大伙念头念头 就是咱们这次第八届的 这个杂技比赛 第五次吧 这个全国比赛 然后得了一个金奖 真了不起 祝贺一下哦 谢谢 今天两位来 我们主要是以谈杂技为主 这是有人纳闷了 说谈杂技 这里边俩男的一个女的 有说相的 有变魔术的 这刚才在魔术方面 还得了大奖 这你们不挨着 您记住了 这曝光安逸着 还大奖